这十七年 共和国走过了一段沧桑岁月 这十七年 有一群人白手起家 书写了国防科研史上的奇迹 但他们的名字 他们所做的一切 长期以来却显为人知 五 四 三 两 一 这是一次让所有人刻骨铭心的失败 为了这一天 人们已经等待了整整十七年 十七年前 这座看起来很普通的房子 对外是严格保密的 就是在这些土炕上 一个涉及国防安全的重大任务 秘密展开 这里就是中国第一枚前地导弹 巨浪一号最早的研制基地 1965年春天 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会议 宣布搁浅了三年的核潜艇研制 重新上马 在核潜艇配套的若干武器装备中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前地导弹巨浪一号 前地导弹是由潜艇在水下发射 攻击地面固定目标的战略导弹 就因为潜艇弹它具有独特的隐蔽性 所以增加了它的战略作用 所以当时美国就把潜射导弹 作为战略威慑的三大舰之一 去研究潜艇导弹 对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 和战略支撑作用来看 是非常重要的 1960年7月20日 美国成功发射了世界上 第一枚潜艇导弹 名为北极星 潜艇导弹和核潜艇的完美组合 使美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大大提升 第一次核打击会炸跑了 但我有潜艇导弹在水下呢 你炸不垮的 我第二次还可以 进行核反击 所以就有第二次核打的能力 这了不得 从军事上说 这是很了不得的 1967年 中国决定开始研制 第一枚潜艇导弹 这是继原子弹研制成功后 又一项设计国防安全的重大决策 一段艰苦的增长就此起步 三十多年前 这里是七机部的一个设计室 也是设计人员的宿舍 这一间基本上就这么大的 里边没有家具 没有冲 这些叫做干达垒的土坯房 是设计人员自己建起来的 就是在这里 巨浪一号的总体设计和核心技术 固体发动机 开始蹒跚起步 那是一段特殊而动荡的岁月 很多老专家靠边站 不能工作 聚集在这里的是 几百个经验不足的年轻人 其中还有不少是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初来乍到 很多人被眼前的荒凉景象所镇进 一个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项目 竟然在荒漠中开展 连资料室和实验室都没有 更别说生活条件还极其恶劣 从上海来的两位学生 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看了这个条件以后 没有眼睿闹 没有什么办公楼 就在床上画图 到春天简直风沙特别大 起来了是一个屁股 一个沙的印 所以满屋都是灰尘 白白的土纸上落成一层灰 就是那些村医 灰来洗 洗完了以后 那就是跟泥浆一样 更让这些年轻人感到沮丧的是 固体导弹技术 在中国是一片空白 既没有资料 也没有经验 更不可能向其他国家学习 这个天地导弹 就是不管在中国 在欧洲 在美国和苏联 都是作为绝密的武器 进行研制 很少能建筑外面的一些报道 和技术的泄露 当时人们只知道 美国北极星导弹 使用的是固体火箭发动机 虽然中国在之前 已经成功发射了 东风一号和二号导弹 但是这种导弹采用的是 液体火箭发动机 个头大 准备时间长 是不可能装备 容积狭小 反映快捷的 核潜艇的 液体火箭发动机的 实际有大 铁路隧道 公路的桥梁 寒道的隧道 过不去 太长了拐弯又不行 你要发射 你不能老装着燃料停在那 你得卸了 零发射 你再加燃料 那几百多米怎么加 固体导弹 弹体小小流氓 这样的话它便宜 像装艇啊 装车啊 另外作弹使用的角度来说 反应快 发射程序也比较简洁 发射准备时间短 基本上就是15分钟左右 就可以发射出去 东风一号二号导弹 使用的液体发动机 对巨浪一号的固体发动机 借鉴意义十分有限 人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是 固体发动机喷口的火焰温度 超过3000度 而且燃烧会产生固体颗粒物 对喷管材料的要求非常严苛 在人类已知的金属中 最耐高温的是乌 但是乌的熔点 刚刚达到喷口的火焰温度 在科研设计中 这是极不安全的 为此 科研人员通过长时间的攻关 终于研制出了一种 特殊的复合材料 可以持续承受 3000多度的高温 壳体技术的解决 使得固体发动机 终于可以进入试验阶段了 这是当年专门用来测试 固体发动机功能的试验场 试验的时候 所有人员都必须撤离现场 控制中心设在几公里之外 这是因为每一次测试 都有着极高的威胁 固体发动机的研制过程 充满了难以控制的威胁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在邵爱民的记忆中 当年的意外事故 发生了不止一次 而他印象最深的 是1971年的那一次 这种高风险的试验 不是一次两次 而是数以百计 五十年过后 我们还能看到 试车台的墙壁上 水泥都被高温融化 露出了钢筋 巨浪一号的固体发动机 就这样在危险重重的洗礼中 就这样在危险重重的洗礼中孕育 一点点的走向成熟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 承担巨浪一号总体设计任务的科研人员最为痛楚 虽然靠着不服输的尽头 徒手画出了巨浪一号的第一张立体结构图 但偏远的地域信息闭塞 资料匮乏 再加上动荡岁月的干扰 总体设计的进展十分缓慢 在北京的一家研究院里 77岁的侯世明 还在为中国最新型的导弹设计工作 他从25岁开始 就投身固体发动机的研究 后来成为了巨浪一号的副总设计师 1970年1月 正在内蒙古的侯世明得到消息 中央决定固体发动机的研制人员留在内蒙古 总体设计的人员迁往北京 最初的设计师 实际上是一所旧食堂临时改造的 但比起内蒙古来 条件毕竟改善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 这支年轻的队伍 迎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头人 黄伟禄 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 1957年回国 曾参与东风系列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70年调任巨浪一号总负责人 多年后 黄伟禄回忆说 这次调动是我生活中一个重大的转变 但是摆在黄伟禄面前的 却是一个巨大的未知 巨浪一号从论证开始 已经过去五年时间了 却连总体方案都还没有最后明确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呢 第一天同志们见面 在千头万许的工作中 他首先聚焦的是 如何在国力薄弱的情况下 尽可能加快研制进程 和其他导弹相比 前地导弹的试验程序十分复杂 特别是需要大量的水下试验 才能得出关键的数据 但是水下试验技术难度很大 当时的中国既没有经验 也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 该怎么办呢 你做这个信号试验到定型的话 你开始要好多好多需要考验 那不一定在水下 那方案本身把它搞好 然后再靠水下环境 一步一步来 所以就先在路上考 路上发射 毕竟有东风一号二号的成熟经验 技术风险相对较小 黄伟路和他的团队决定 第一步先在路上的发射台发射 成功发射之后 再把导弹装进发射桶 模拟水下发射的环境 孩童试验成功后 最后一步直接进行潜艇发射 这三步被称为台同艇 在全世界绝无先例 但这种独创 却是出于现实的无奈 美国的第一枚北极星导弹 花了前后七年时间 消耗了大量模型弹 研制经费高达27.5亿美元 但这个经费标准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台同艇的方案 实际上是省略了一些必要的试验环节 这是在那个国力薄弱的时代 不得已的选择 这是一个技术途径 只能说这么做 是适合我们国家当时的国情 不得已而为之的技术途径 充满了风险 也因此对科研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装备在核潜艇上 巨浪一号的体积 远小于东风二号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小 使得所有技术都面临空前的挑战 在导弹的若干系统中 制导系统决定导弹 能否准确命中目标 这一系统的核心技术 包括控制稳定性的贯导平台 和解算抛物线公式的计算机 作为计算一号这样的弹 它既要有大加速度 其中要小 我们的计算机很小 就这么大 越计导弹那比较大多了 那差不多有这么大 那是方便器 这就意味着 从材料到零部件 再到计算机的元器件 都要大比例的缩小 全国各地的多个研究所和工厂 都加入到小型化研制的行列中 为每一个毫米的缩减奋斗 小型化大会战 在全国范围内 上千个单位都参加 中央捅抓的 搞计程电路 花了很多钱 小型化大会战 整个对我们国家 从元器件到采的小型化 这个推动很大 元器件的尺寸虽然缩小了 但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 难免会对计算机的性能造成影响 再加上由于发动机的改变 和水下发射的特点 使得巨浪一号的制导系统 比原来的液体导弹要复杂得多 因为这个固体发动机 它推力偏差还特别大 那原来的话 那个单程计算机的话 它非常简单 只能做累加计算 不像现在计算机的话 一种多少万次 什么方程都能算 所以的话 我们又在原来液体信号的基础上 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采用了以前人都没用过的 一些最优设计方法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程 解决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四伏系统的任务 是控制导弹的空中飞行姿态 这项技术在之前的 东风一号二号上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但是同样的 由于巨浪一号体积小了很多 整个系统都要重新设计 这涉及到海量的计算 当时这个模拟计算机很大 基本上有十个大力位那么大 十个大力位那么大 做起来很费事 要极限 要调试 一般要做一次 这个性能 都要各八月 或者甚至两三个月 模拟计算机 在当时还算是先进设备 很多计算 都是用两角器 一个点一个点地描出来的 现在的电脑 一秒钟就能完成的工作量 当时却要花上五到七天 工具虽然简陋 差错却不能容忍 没有捷径可走 只能夜以继日 确实连着转 都不休息 人的压力也很大 我们有些同志都累得生病 尿血 但是更加残酷的事实是 有的设计方案 算了六七年都没算出来 这就是前地导弹的 关键技术 水下弹道发射系统 巨浪一号是在水下 从潜水艇上发射的 如果潜艇处于静止状态 就会随着海流发生摆动 导弹的发射轨迹很难控制 所以只能选择在运动中发射导弹 这就给设计人员提出了一个大难题 在导弹发射的瞬间 潜艇的速度 海浪海流的干扰 都会对导弹出水的姿态 造成复杂而重大的影响 物体发射机一点火 像炸药一样 很强大的气流 气流跟海水的液体流动 就比较复杂的一个环境 你要保证我这个导弹能稳定 这就是一个难题 从点火到出水 其实只是一个很短的瞬间 短到只有眨一下眼睛的功夫 别看这个导弹 在水下运动的过程 只有半秒 但是它对导弹的载壳的影响 它是非常大的 可以说决定了导弹的结构和强度 所以这段非常关键非常重要 就在这眨眼之间 发生了无比复杂的力学变化 从发射桶里入水 由于热量很高 产生了大量气体 气和水混合在一起 导弹受力不均 这是第一个阶段 接下来导弹在水中运动 除了水和水蒸气之外 还产生了大量的气泡 受力更加复杂 第三个阶段 弹尖刚刚出水 弹身还在水中 这时候水面上的空气又加入了这个复杂的力学方队中 如果水下弹道计算不准确 导弹出水时角度偏差超过一定角度 导弹就会自毁 最大的困难就是无知 就不知道 关于导弹水下发射的这些资料 没有 全世界都没有 没有资料 只能从最基础的科学试验开始 千里之外 当时中国最好的水动力实验室 已经做好准备 全天候开动 这个水时呢 就是 它可以造浪 可以造不同等级的波浪 就要研究 这个导弹 在各种不同浪的等级 它所有的 这个水动力状态 这种试验叫做梭比试验 按比例之作小尺寸的模型 利用不同的水池 模拟大海中的各种形态 测试导弹的受力状况 这样的梭比试验 一共进行了一千多次 获得的数据 让人们对水下弹道 有了初步的了解 但是 仅仅依靠梭比试验的数据 是远远不够的 全尺寸模型弹试验 是所有导弹研制过程中 不可越过的一个重要环节 模型弹从外观 尺寸和重量上 都和导弹完全一致 只是不装配发动机和任务系统 只有通过模型弹试验 才能得出与实弹最为接近的 水下弹道数据 美国为了研制北极星 专门在近海海底搭建了一个发射台 进行模型弹试验 但是 中国近海没有这么深的海域 而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搭建发射台 当时的技术条件根本达不到 因此 只好直接用常规潜水艇 来发射全尺寸模型弹 这是一招险棋 由于模型弹还处在实验阶段 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发射后 万一砸到潜水艇 那就是重大事故 这个水弹当然本身它是用钢做的 但是从30度高掉下来 特别是横的掉下来 大家伙 跳水永远 要横的掉下来就不得了了 那家伙力量非常大的冲击 是不是能摔坏 这很难说 很难保证 虽然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但任何一丝侥幸都会带来灾难 科研人员首先琢磨上了模型弹本身 如果可以减轻它的重量 安全系数就能提高 但是模型弹的尺寸和规格 必须和导弹保持一致 否则科研就毫无意义 万般无奈中 一个灵感忽然降临 它不是十几吨重吗 就是在导弹壳体当中 一多半的重量是用水来冲添进去的 然后这样的话在水下 潜艇发射出来出水以后 再达到弹道的最高点 在瞬间能把这大量的水都拍光 那么剩下的重量就不到 弹体原来的一半 这样它落水以后 就是入水的深度比较浅 另外还可以在水面漂浮 对潜艇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这个主意虽然简单而且绝妙 但也只让人放了一半心 就它落在水的时候 是空壳落水 会不会入水冲击 把它破坏了 颗体破裂了它一样要下沉 要下沉 那天还是要不安全 这就需要到一个高处 来测试模型弹落水后 会不会摔破下沉 这个试验的场所 必须水深超过30米 高四五十米 到哪里去做试验呢 黄尾路想到了一个地方 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 是当时中国最雄伟的跨江大桥 或许一些老南京人还记得 1970年8月的一天 在夏天的浇阳下 一台吊车 把一颗像火箭一样的东西 抛进水中 这就是当时在对模型弹 进行落水实验 第一次试验 试验结果发现 摔坏 整个就是 整个摔断了 夏天那个长江大桥上 哇 那个温度真热 夏天你们潮湿 蚊子也多 都很困难 你想睡个好觉 都很困难 黄尾路还因为受了伤 那个往下掉的时候 有个绳子 架刮的 把他这个绑子刮伤 还流了血吧 那流了汗就不知道出伤 库树下的南京长江大桥 整整两个多月时间 黄尾路带领团队 对模型弹不断地试验 改进再试验 终于发现了一个规律 发现这个姿势 掉下去比较吹齿的情况下 他就在不坏 就发现了这个规律以后 我们想 我们如果用降落审 我三十多米高弹出去 最高点的时候 把降落审弹出去 这样导弹 它的姿态 它不是就是 就像羽毛球一样 你才能够这样下来 这个再做一次试验 就发现解决这个问题了 1972年 巨浪一号的模型弹试验 通过潜水艇弹射成功 这是前地导弹研制的关键步骤 又经过多次发射实验和不断改进 1975年 巨浪一号的设计工作宣告完成 这时 距离最初的乱证 已经过去整整十年 这十年的中国 老镜头呈现的世界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是陌生的 就是在这个看似简陋和落后的时代 很多沉默的军工人 正在挑战世界顶级的尖端技术 艰苦奋斗 是全社会自觉遵守的准则 科研人员也不例外 那些迫不得已的土办法 却一次次书写了中国科研史上的奇迹 1975年 一家工厂接到命令 筹备巨浪一号的总装工作 这家工厂在之前 并没有总装导弹的经验 导弹的生产程序 看似并不复杂 锻造不是对原材料进行粗加工 就像雕塑的塑形 零部件由机械加工车间完成 外壳部分还要进入化洗车间 这是为了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 尽量减轻重量 最后是把所有零部件组装起来 但这看似不复杂的工序 每一步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质量要求 比如说这个加工的精度 要求是非常高的 有的尺寸的误差 就是一到两个秒 一到两个秒什么意思呢 一根头发丝 它的极面就是七四 那么我们现在的要求的精度多少呢 一根头发丝的三十五分之一 到七十分之一 特别是机械加工环节 每一个开孔接口处的标准 都要求到毫米 高精度的机械加工 本来应该配备数孔机床 但那个年代 中国还没有能力自行生产数孔机床 而国际上的数孔机床 是对中国严加封锁的 如果机械加工环节 不能按要求如期完成 那么总装就无法进行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 厂里的技术能手高横斌 在老式机床上 一遍遍的尝试 高航斌自己发明了一些特殊工具 再加上精准的手工操作 最终在普通的机床上 做出了可以和电脑媲美的高精度零件 导弹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总装 这里听不到嘈杂的机器声 也看不到忙碌的身影 看起来十分安静而整洁 但这可能是最为严苛的一个车间 连工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有严格的规定 不能越雷池半步 这一个工具 几个路顶 几个路毛 几个点圈 几个烫顶 都有规定 都缓到一个工具 一个工具 能这个合着都缓好 配好 所以能做到一个不多 一个不少 进钢尸的时候 必须要一个手捏住 一个进一道 必须砰一下进下来 手捏住 这工艺上都规定的 这种规定是军品生产特有的要求 叫多余物管理 导弹的内部十分精密而复杂 任何一点细小的多余物 都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总装车间里的一切 都必须万分小心 就在这些普通的厂房里 靠着这些普通的设备 历经五年的时间 巨浪一号的首批产品 终于完成了总装 1980年10月 巨浪一号进入实弹试验阶段 按照之前台统艇的规划 首先进行露台试验 露台试验成功后 模拟潜水艇的发射环境 进行露桶试验 给我 1982年4月 台同试验顺利结束 意大利获得了十二届世界杯 这些瞬间 也许是我们对于1982年 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 但是 还有一件必将载入史册的大事 却一直深埋在历史的深处 1982年10月1日 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于1982年10月7日至26日 向北纬28度13分 东京123度53分为中心 半径35海里的 圆形海域范围内 发射运载火箭 这枚运载火箭 就是我国自行研制的 第一枚前地道的巨浪一号 如果这次试射成功 它将表明 中国人在国防科研的尖端领域 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 1982年10月7日 15时14分01秒 巨浪一号点火升空 巨浪一号的第一次试射 失败了 我们无法体会 当时在现场目睹这一场景的科研人员 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但觉得很伤心 我们花这么多时间 花这么多人流 花这么多气 好容易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导弹 而这心里就一直希望它成功 等于检验我们这个研制成功 结果失败了 这大心里很痛心 当时准备了三发试验弹 还可以再次试射 但是究竟能不能再试射呢 就要看第一次试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了 经过影像分析 发现导弹出水后不久 姿态就失稳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失稳呢 经过一系列排查 发现竟然是一个之前根本想不到的问题 原因查出来了 看起来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要生产插头使加大强度就可以了 但是到底还要不要试射第二发导弹呢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而海进是有期限的 再不决定就来不及了 所有人都在等黄伟路一句话 是放弃还是坚持 我每天晚上跟我们试不出去 虽然这样问题都分析进去 但是究竟还会有什么问题 甚至还有一路的地方 从这个发现过后 这个一步一步的都在脑子里头 这样营兵营养的 这个几天基本上就睡不着 所谓超不死放不下 几天几夜 冥思苦想 再加上征求了很多一线技术人员的意见 黄伟路觉得设计和建造中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第二发可以再试射 但是插头问题怎么办 临时生产肯定来不及 也不安全 这时负责总装的车间主任徐鸿喜 向黄伟路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建议这个黄伟路 把这个插头加固下来 头的那个面啊 用脚把它护下来 就是脚的脱不掉 还有脚捏到 这样的分离可以拉就能拉掉 决心就这样下了 上级部门同意了黄伟路再次试射的意见 1982年10月12日 在第一次试射失败五天后 巨浪一号的第二次试射 在所有人的忐忑不安中 再次进入倒计时 Zither Harp 和其次度 就它不单纯是一个型号物 它的研制成功 要整个涉及到后面咱们国家 固体导弹的发展道 涉及到我们战略物体 走固体化道路的问题 那是真是高兴的 拿着那大堂瓷杯子 请就黄总也拿那个杯子喝就 我们国家第一个突破 那是真是非常高兴 哎呦正是那个高兴 绝对真说不来的 我可以一两年 高老医生 总是会开心 我激动的时候 就是发生了 那兴奋确实是 就是没法 确实没法形容 大家互相握手 因为我们等了 就十七年了嘛 十七年终于 就是十年成功了 十七年 经历了多少失败和失望 困苦和煎熬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这些曾经站在军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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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中 军工尖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如今都已步入晚年 在他们的人生中 一直从事极其机密的工作 他们的名字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为人知 有共同的一点 就是工作都特别负责任 特别认真 就对导弹 对事业的热爱 简直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在里面 2011年 巨浪一号总设计师黄伟璐去世 享年九十五岁 中军不管失败多少次 那么你最后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除非你生命在成功之前 结束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 既然要结束一个任务 一定要成功 你成熟得了 也得成熟 成熟不了 也得成熟 当这些成果向全世界展现时 成就了这些荣耀的军工人 却和我们一样 只是普通的观众 当更多新型的先进导弹 保卫着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时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沉默了一生的人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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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